大概在2018年初的时候 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爱情慢慢的有一些转变 现在社会好像对女生有很多的期待 可是公主有很多种 如果我是公主 我一定是一个坚强又勇敢又独立的公主 所以我觉得我值得被爱被呵护 然后我也很感谢就是 反而在我们签字以后 邵先生做得比起更好 艺人何宇文2012年和化工小开邵天成结婚 婚后夫妻两有两名女儿 但是没有想到日前传出 今年初已经结束八年的婚姻 消息一出震撼演艺圈 两人没有外遇也没有财务上的问题 日久见人心爱一点一滴的流失 对于感情婚姻上的观点早已不同 恢复单身的何宇文14日凌晨脸书发文 他表示让自己从容的生活 也让对方从容的生活 发表两个人对于分道扬镳的看法 也吸引不少粉丝为他加油 艺人何宇文结束八年的婚姻 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来听他稍早最新回应 我现在心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啊 就是觉得说 我觉得大家对我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友善 因为其实我出道已经快三十年了 然后也我的人生跟我的演艺工作 都经历过许许多多 包括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也有因为我包括我就是说 很多记者朋友们就认识蛮久了 所以应该说就是很谢谢你们 关心我家里的事情这样 我跟我先生 怎么办我跟我先生前夫 就是说我们都觉得公开这个事情 让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在很之前在 就是2019年一整年的时间 我们都在和平的协议这件事情 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在年初 就已经签字了 然后也正式办离婚手续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很平静 那是因为经过很多时间 很长时间的沉浅跟疗伤 还有调整的 大概什么时候谈论到离婚这个部分 我们在2017年底 2018年初的时候 开始觉得我们 我们的感情不是一下子 有什么很大的状况 而是一点一点的发生改变的 然后大概在2018年初的时候 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爱情 慢慢的有一些转变 然后经过 18年到19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可能就是 是时候是朝分开的路前进 之后两个小孩子的这个教育 我们 我想要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 我跟少先生会一同用爱去抚养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长大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然后大家很关心一些所谓法律上的事情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到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我的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 他给我非常多的安全感跟信任感 但这些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大家协调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爱跟信任跟用心去沟通会超越就是条纹的一切 所以我们有彼此有个默契是我们不会让孩子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永远不会是公主 就是公主就永远是我的两个宝贝女儿 然后是经过我跟我先生一起认证的 然后在我们俩感情很甜蜜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就开过玩笑说 我们家只有两位公主 但是不要忘了我是皇后 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女儿 我身为他们的母亲 我以后也希望 他们到别人家里的时候 也是被看待成公主的 但是公主有很多种 我从十五六岁进到演艺圈 我一直靠自己的努力 现在社会好像对女生有很多的期待 可是公主有很多种 如果我是公主 我一定是一个坚强又勇敢又独立的公主 所以我觉得我值得被爱被呵护 然后我也很感谢就是 反而在我们签字以后 邵先生做得比起更好 我们现在两个人都是单身的状态 未来实在是不知道 但是短时间我们就是希望 以这样的关系相聚 因为真的 虽然说你们知道的时间比较晚 但是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 我们还在磨合跟调整 如果再恢复 马上恢复那个身份 其实觉得好像有点压力太大了 我再次就是请各位朋友们 就是给我前夫还有我的孩子 非常平静的生活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 但是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话 就会知道 我从来没有过度的 让我先生的孩子在媒体前面曝光 我也觉得我主要的身份 是一个妈妈 一个母亲 只是我不再适合成为别人的太太了 我们都有父母 我们也都是别人的孩子 我不要他们因为妈妈是明星 以后就看到 就是那么多我们离婚的新闻 因为我的孩子真实的感觉是 他不会知道我们签字了 可是从我们结束关系的那一天开始 我可以感觉到全家的宁静一放松 我们因为已经不是夫妻了 那我们在签字之前 就试着分开生活 那我们可能会先从分床分房 然后其实也会慢慢的 以后我会有自己的空间 只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步骤中 其实我们等于是过程还在调整中 就刚好有人知道了 那因为有人询问 我们本来就抱持着没有要隐瞒的状态下 就觉得顺其自然的告诉大家这样子 我觉得做某人的太太 我会觉得好像有时候不是邵先生说的 就是会觉得社会的期待 比如说妈妈要做早餐 妈妈要早起 吃完晚饭之后 晚盘我要站起来先帮先生收 也要帮小孩子收 也要帮自己收 这些好像就是女人应尽的责任 可是我觉得没有这个身份以后 我就会站起来收掉我自己的 你的先生也会跟着成长 他会开始学习收他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蛮美好的 那反而给小孩子更好的示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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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